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 之前就是没有了 就是看到一些好心人 就是有一个司机就看到我的时候就是我 这里有很多的走进的搓手艺 就是你需要的话就可以来一点 很有爱的 不说不知道 原来史丽对于Joey和Yunas来说 还有特别的意义 对呀 因为我之前考车牌考了好几次都考 都fail了 就不考不到 然后最后一次拍到这里好 我就一次pass了 对 很有约 这回到这里的感觉就是 就是成功的感觉翻 回来了 对呀 你之前是在这附近读书吗 对 我小学在这里啊 对 这里变得好多 所以拍完好口教的时候就是会参观一下 所以我们要回来这边回归这个社会 就是帮助更多的老人家 今天我们拍口罩的时候 也看见有很多不同情况的居民 就是不同的可能是行动不便的 或者是也有失明的人士 就是觉得如果我们不去帮忙他们 可能他们也很难去找其他人去 take care他们 好拍到黎诺毅和李嘉欣 就去到游堂派物资 近来工作减少之下 诺毅就要忙着思考如何为小春鸡放电 而阿里就相反 尽量留在家中避免外出 我抗议就是不外出了 不外出这次就好了 我跟你相反 因为我家有一个小春鸡 他现在三岁多 所以我要带他出去放电 如果不是在留在家中 我怕他会把我们都灭了 但是跟他出去会多数做什么东西呢 都是去一些每个人的地方 去一个郊外去玩 去跑 因为我不想带他去一个游乐场 因为太多这个系统 所以带他去玩就可以了 去跑就可以了 但是小朋友的口罩 会不会就特别难买了一点 难啊 非常的难买啊 所以我现在都是靠我的朋友去 因为我最好的就是 在我身边都有很多的小朋友 家里都有小朋友的 就是如果你有没有多的 我手打给他 有没有多啊 有多给我了 所以现在还可以 还够用的 多了时间 在家的阿里还因此爱上了下厨 煮饭我发现就是很 可以一顿饭就要搞笨天的那一种 所以也也发挥挺多的时间的 嗯 你是不是说他现在厨艺惊人啊 很好吃啊 不是我说的 我没有 我还没有吃过 因为高小姐说他现在煮得很好 我很想吃一顿啊 其实是以前太差了 现在还好就是这样啊 还不错现在 那现在最厉害是煮什么 我觉得自己最厉害的 现在我是甜点吧 甜点啊 对 会比较好吧 要信心 甜点我都很厉害的 真的吗 对 你有没有看过我的视频啊 再一些比拼一下 中的 西的我都可以 我们吃一吃 我们吃绿豆沙 绿豆沙 比拼 很厉害的嘛 现在啦 很厉害 因为绿豆沙是你的拿手好菜 对 还有炖蛋 炖蛋 炖蛋 哇 很难啊 高海宁和赵希洛也一样有参与 和大家意境同行 高龄就说因为家里人口多 为了节省口罩 自己几乎都不出门 其实因为我家有五个人嘛 所以其实口罩的用量都比较大 但是一般就是我弟弟要上班 每天上班 然后我妈要出去买菜 这些都是他必须要用的 我们就把口罩省给他们用 然后像我啊 我就基本上每天都在家里面 只要不用上班的话 我就基本上不上街 所以这样可以省一些口罩 给他们用这样子 所以就还好 那你事故就是最最长的一段时间 没有出去有多久呢 这段时间其实工作量没有很大 然后正好也没有开电视剧什么的 所以就一直在家里面 好像今天是我第不知道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化妆上街这样子 所以就就还好 然后我身上面也会 就车上面也会有一些就是口罩 就是万一在街上面看到一些 可能公公婆婆她没有戴口罩 她真的没有口罩的 我就会把她送给她这样 而Candace就仍然要开工拍剧 所以她也特别注重卫生 保护自己之余也保护大家 我要带这个氧氧 在公司就会喷尾喷 还有就是在车里面 我有这个一只比较大一点的 酒精洗酒液 对酒精洗酒液 我教我妈妈和妹妹送在澳大利亚了 因为我家可能不够口罩 所以送他们走就比较好一点 所以就用的人比较少一点了 我想要在这里呼吁一件事情 因为我有一些就是做医生的朋友 他们说戴口罩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洗手 只要是你在街上面 只要是你碰到任何东西 都不要碰你的眼耳口鼻这些地方 就会避免感染 其实洗手是最重要的 而且洗手液也是不是最完善的 因为它是把抑制细菌的生长 但是你要洗手才能把细菌洗掉 所以洗手是最重要的 好了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